1942年5月,日军出动大兵团对八路军太行山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 副总参谋长左权在掩护指挥部撤退途中壮丽牺牲 左权的牺牲堪称抗战时期,我军最大损失之一 以左权的资历若不是一年早逝,授贤不是元帅也是大教 其实在左权牺牲之后,接任他职务的藤代远的资历也非常高 但1955年没有被授予任何军险,这是怎么回事呢 左权牺牲,彭老总举见腾大远接任 左权曾担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和前方指挥部参谋长 牺牲后这两个位置便空了出来 这两个职务是军中极为重要的职务,尤其是前方指挥部参谋长 他要有敏锐的战场嗅觉,能够迅速判断战场形势,并制定出作战计划 同时也要联络上下级关系,勇敢指出错误并加以改正 不夸张地说,在华北敌强我弱的情况下 前方指挥部参谋长这个职务,关乎着八路军的生死存亡 一点也不能马虎 正因如此,彭德怀强忍失去左权将军的背头 经过深思熟虑后,向延安低价离分,参谋长候选名单 名单上有三个人,分别是叶剑英、林彪和滕大远 叶剑英原本已是八路军参谋长,后又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 军事学院副院长等职,身兼数职,亦是分身乏术 不可能造的前线去,林彪虽然已从苏联反国 但当时正在和周总理一起负责与国民党的谈判工作 在重庆一谈就是一年多,所以也无法担任参谋长 因此,延安对滕大远无以重任,由他出任前职参谋长 与猪毛彭并列,功勋卓著 当然滕大远的参谋长职务不是讲来的 而是他的能力威望作与胜任 更难得的是,他与彭德怀并肩作战多年 此次再度合作,不需要过多磨合就可以迅速展开工作 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 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范围内制造白色恐怖 滕大远没有被吓到,他停身而出 在中共八期会议后组织和参加了秋收起 1928年6月,滕大远担任中共相恶干编特委书记 同年7月22日,与彭德怀、黄公略等人领导和指挥了平江起义 成立了功能红军第五军 彭德怀任军长,滕大远任党代表 然很快这支部队就受到了湖南省反动当局的镇压 部队伤亡惨重,被迫退出了平江城 多年后滕大远曾回忆到 这支红军部队刚组建没几天 党的领导不强,没时间进行改造 这才吃了敌人的亏 同年12月底,滕大远和彭德怀率领红武军 到达井冈山和毛主席朱德领导的红四军成国会试 在井冈山保卫战中 彭德怀、滕大远带领两个团七八百人的兵力 单一、裹身与三万国民党军和地方势力展开殊死活动 确保了根据地的安全 1930年,根据党中央要求 红武军扩编成红三军团 彭德怀担任军团长,滕大远担任政委 同年8月,红三军团在刘阳与红一军团会诗 两军河边为红一方面军 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总司令、副总司令 毛主席滕大远则担任总政委、副总政委 滕大远,积身方面军首长之列 这一年滕大远年仅26岁 1931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 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 彭德怀、滕大远指挥红三军团 在新国城一带分三路聚集敌人 红三军团不过三万之重 却要抵挡七万敌军的攻势 战斗一时陷入僵持状态 关键时刻,滕大远身先士卒 拎枪跳入前线阵地作战 士兵士气大涨 经过两周夜的敖战 终于将敌击溃 而滕大远早已中弹 血染战役 却不下火线令人敬佩 1934年9月,滕大远赴苏联学习 直到抗战全面爆发才回国 因此也错过了长征 回到延安后 滕大远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 负责八路军新四军等 我党武装的调配工作 1939年晋西事变后 沃里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阴谋 滕大远东赌黄河 组织在近西北建立根据地 极大壮大了我军的力量 正一如此 左权将军壮丽牺牲后 彭德怀很快就想到了老搭档 滕大远的名字 他正是前职参谋长的最佳人选 自立当受元帅 却与兽贤擦肩而过 滕大远担任前职参谋长后 与前线总指挥彭德怀 精诚合作 一起领导了上党战役 平汉战役等多场重要战役 在根据地被封锁作为严重的那段时间 滕大远指挥军民 渡过一个个难关 立下了不朽功勋 解放战争时期 滕大远担任华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 当时的华北军区是超大军区 司令员是内容真 第一副司令员是徐向前 第三副司令员是肖克 前两位是元帅 肖克是本该受大将的上将 论资历 滕大远也够得上元帅军衔 可是滕大远并没有任何军衔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因很简单 滕大远没有参加受限 1948年11月 东北野战军取得辽神战役的胜利 大军挥视南下包围平津 中央军委运筹帽 开始平津淮海战役 为保证打过长江去 解放全中国决策的顺利实施 我军急需打通南北铁路要道 于是筹备组建军委铁道部 十月的一天晚上 赵总理在西百坡 约见了滕大远 穿打了中央军委 筹建铁道部的命令 任命滕大远为铁道部部长 1949年1月28日一大早 朱德出席铁道部成立大会 他指着滕大远说 这是中央给你们派来的将军大老板 过去他指挥千军万马 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反动派 现在他要指挥百万铁路大军 开山修路 御水搭桥 支援百万大军过江 解放全中国 建国后 平田军衔时 毛主席指出 转到地方工作的同志 原则上不参与平田军衔为好 听到主席这么说 滕大远主动放弃了军衔平定 有人为他鸣不平 他一脸轻松地说 我只需要在国家后面做贡献就行 军衔什么的 我不在乎 1974年 滕大远因病去世 终年70岁 他的追悼会由叶剑英主持 邓小平致道辞 88岁的朱德来到追悼会现场 跟工作人员讲 你不知道我们的亲密关系 我一定要为我的参谋长送行的